这个印度呢曾经有一个叫做伊桑的小男孩啊 三年级 哎呦我真的是让这个家长老师头痛的要死啊 读书读书不行的 你关键还是老调皮捣蛋嘛 这谁说得了啊 你这人读书差到什么程度为止 三年级了 连字都不会写几个 上课基本上是在听天书的 往来有一天这个上语文课 老师让这个伊桑呢就读课文嘛 伊桑说老师我一看这个课本上的这个文字 就感觉这个文字在跳舞啊 那老师说 哪怕这个字在跳舞的话 你也把这个跳舞的字给我读出来 然后这个伊桑就捧起这个课本 胡乱的就说了这么一头嘛 这一下搞的同学们在那里哈哈大笑 然后伊桑自己也哈哈大笑 他故意的嘛 他确实是看不懂 那有个老师呢 岂不是得疯掉啊 直接就把这个伊桑给撵出去 发战 你就站着 那最凶的是那个数学老师 横起来还要打学生那个手底板的 那天这个伊桑就是说是这个没做数学作业嘛 为了避免被老师处罚的话 他还让自己的这个哥哥呢 前一天晚上替自己写了一张请假条 然后第二天的话呢 到学校把这个请假条一交 逃课去了 父亲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先是抄起他的这个拖鞋 直接就把这个伊桑打了个半死 然后第二天呢 就带着这个伊桑呢 去学校跟老师跟校长道歉了 当时这个老师就跟这个伊桑父母讲了 一个很凄惨的这个事实啊 伊桑三年级以来 成绩没有半点进步 还是一二年级的这个水平 后来校长也出面了 说你这个孩子可能脑子有点问题 建议你们父母的话呢 转学到一些特殊的这个学校里面去学习 这样对孩子可能更好 那父亲听完之后的话 虽然说很不失滋味啊 但是回家之后呢 还是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 人脉关系 找到了现成的一个技术学校 特殊学校 新学期一开学的时候 爸妈哥哥三个人 就把这个伊桑给送过去了 妈妈是先到了那个伊桑的这个宿舍 帮她把这个被子什么东西 牙膏牙背之类的 弄好铺好 弄好之后的话呢 妈妈就跟这个伊桑说 那我们就要回去了 你在这里要好好听话 伊桑虽然说很不舍嘛 那也为未来的这个 就是说生活这个表示担忧恐惧 但他小孩子知道的 已经无法挽回了 目以沉皱了 最后就只能够站在这个学校门口 眼睁睁地看着老父亲的 这个车呢 一点点的远去 妈妈一上车就哭 哥哥呢 不断地从这个车后床呢 探出头来看这个伊桑 校门口的这个小伊桑呢 也留下了孤独的泪水嘛 当然更让这个伊桑难受的 这个事情呢还在后头 就这个新学校呢 实际上是有点那种 铁血军事化管理的这个味道的 原来那个学校呢 顶多就是让这个伊桑出去罚战 骂一骂 顶多就是打打手底板 这个技术学校 它凶到什么程度啊 直接抄起什么东西 就直接就砸过来了 什么罚战啊 那太天真了 你不听话的话 直接让你跪在门口 罚跪啊 这么搞啊 因为伊桑在技术学校 那也是成绩最差的一个 所以说你可想而知吗 他被体罚的有多严重啊 最终啊 直接就把一个活泼开朗的 这个小伙子 小孩子啊 整一遇了都不说话了 伊桑 但就在这个伊桑 觉得自己的这个世界 彻底陷入绝望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班啊 后来来了一个叫做尼克的 新的那个美术老师 这个老师呢 他讲课方式很新颖 而且对同学们呢 也是发自真心的就关心他们 所以说很快就得到了 全班同学的这个喜爱啊 那唯独这个伊桑一开始的时候 始终是沉默广言 不说话了 那尼克老师一开始出于好奇嘛 那有一天上午的话呢 他就从同学这边 老师这边 打听了一些伊桑的这个情况 上午刚打听完 下午这个尼克老师 去其他班上课的时候呢 居然发现这个伊桑呢 又跪在 就这个教室门口 又被老师提罚了嘛 于是那天晚上 这个尼克老师忙完 工作之后啊 直接从其他老师这边呢 要来了 伊桑 这个学期以来的 各个学科的这个作业本 他就想分析一下 这个伊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那咔咔一看 一看之后这个尼克老师啊 就发现了个 极其惊人的这个现象啊 就这个伊桑啊 确实是连一些 简单的这个字 他都写不对的 单词都拼不对的 是吧 但伊桑的很多的这个书写错误呢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规律 那就是他的这个字啊 都是反着写的 你比方说我们这里 比方说写一个小盒的盒 是吧 正常人是小盒的盒 这么个写法 伊桑写出来的这个盒呢 他就是反着来的 而且其他老师在各个特长上 写一个正常的盒 伊桑看起来就是别扭的 就像这个字在跳舞一样 他干不懂 但你要把这个盒 反过来写的话呢 让那个伊桑看起来 看起来就很舒服了嘛 为什么会这样 从医学上来讲呢 这是一种典型的读写障碍 这个事情啊 所有以前伊桑老师都没有发现 包括伊桑的父母 也不知道啊 唯独被这个尼克老师发现了嘛 尼克老师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真是觉得 当下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太可怜了 你过去十几年的这个时间 一直被人打 一直被人骂 被人误解 一个人遭说那么多不必要 不公正的这个对待 那于是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呢 他肯定作为一个成人 心疼的要死嘛 连夜尼克老师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他就坐着这个长途大巴 好几个小时 坐了好几个小时大巴 来到了伊桑的这个家 跟伊桑父母就说清了这个情况 伊桑父母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的话 也是懊悔不已啊 尤其是这个老妈 那一想到自己的这个孩子 受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委屈啊 一个印度妇女啊 那当众的就瞬间泣不成声啊 后来 尼克老师在家访的时候呢 无意当中就发现 伊桑小时候画过的一些画 那作为美术老师的这个他呢 看到伊桑的这个画之后 居然震惊不已啊 他心说这画画的也太有灵性了 简直就是梵高在世啊 好那当天就回到了这个 就是第二天回到了学校之后 这个尼克老师呢 直接就早上就去校长室找校长了 说校长我要跟你谈谈 伊桑这个小同学 校长以为这个尼克老师 也是来告状的 但尼克老师说 不不不不 我直接说啊 伊桑这个孩子 只有可能是个天才啊 说完之后 他就拿出伊桑的这个作业 以及小的时候画过的一些画 给校长吧 然后把最近了解到的一切 都告诉校长吧 校长看完这个东西之后 若有所思 然后就问 那尼克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尼克老师就说了 你把伊桑呢单独交给我 让我一对一的来教他 校长说没有问题的 于是乎呢 尼克老师就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啊 一点一点的教这个尼桑呢 去读书十字 帮助他 爱护他 一个是方法很特别 一对一辅导 花园还挺多 有的时候还能够搞得 这个伊桑的哈哈大笑 信心都来了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呢 是两个字 耐心嘛 尼克从来不骂伊桑 相反一有进步的话 就鼓励伊桑 因为尼克老师很清楚啊 眼前这个孩子的话呢 太缺这种正向反馈了 十几年以来嘛 从来没有人 好好的去认可他 或是鼓励过他的 是不是 所以说就在那个 尼克老师的 那段时间的 这个耐心教导之下 伊桑你还别说 哪怕他认字 写字 从来都是反着来的 但最后呢 还是慢慢的 能够写一些字了 然后呢 看到伊桑在进步的话 尼克当然也很高兴了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尼克作为美术老师呢 在这个学校呢 发起了一厢非常特别的美术大赛 很简单 就是全校师生 咱就约定好一个时间 是吧 给每个人一个小时时间 是吧 大家就坐在广场上 找个位置你来画画 主题不限 你爱画什么 画什么 你随便画 学校老师跟学生都可以参加 然后你画好的这个作品 到时候就有一个评委会嘛 到时候来盲评 最后选出前三名 好 尼克办了这个比赛之后的话 那当然也当时就希望 这个伊桑也能够参加嘛 伊桑当时点点头说好 我会来 但是真到比赛那天的时候呢 别人都已经在这个广场 座位上咔咔开始花了 伊桑还是没出现啊 这个时候尼克老师有点焦虑了 他问其他 就伊桑的这个室友啊 伊桑人呢 室友说 伊桑一大早就出门了 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出门了 说我们还来睡觉呢 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好 又过了一会儿 伊桑终于出现了 那尼克老师高兴极了嘛 连忙拿了一张这个画笔 一张纸跟笔 就给这个伊桑 赶紧找个位置 去画吧 伊桑坐下 很快就开始画 你要说这个伊桑呢 你在画画方面啊 确实是个天才 他来得比别人晚 但是你交券的话呢 就交得比别人早 全场最早的几个交券的 其中一个就是他 他当时把自己画好的那个作品 交给尼克老师的时候啊 尼克老师再次被惊讶的呢 下巴都掉下来了 伊桑又是画出了一幅 极具画面感的 色彩又极其丰富的这个作品啊 就是一个小孩子 独坐在河边 是吧 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呢 喂鱼 是吧 你这个孩子就是小伊桑吗 左下角出现一些 五彩斑斑的这个乌龟啊 小鱼啊 画画绿绿的这个鱼啊 则反映小孩子内心当中 已经出现希望了 同时通过这幅画的话呢 伊桑一大早出门 干嘛去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答案了 但实际上就 这个很早出去 就到躲到一个 校园里面安静的这个 环境里面去独处 彩风了嘛 当然差不多 伊桑在这个画完画作的 这个同时呢 尼克老师呢 也把自己的这个画 给画好了 他的这个画很简单 就画了一个小孩子的头像 这个小孩子呢 就是伊桑 后来的话呢 评委就说到了这个全校 几百张画作 最终在所有的这个画作当中呢 评选出了一个冠军跟亚军 最后呢 最让人兴奋的这个事情来了 这个冠军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校医长 校长在这个颁奖仪式当中的话呢 他激动极了 没想到全校这个水平最差 曾经最差的一个学生 居然说在画画比赛当中 拿了第一名 他高声宣布 第一名 就是四年级的伊桑 而且伊桑的话呢 是打败了自己的这个老师 他的老师尼克 是拿到了那次比赛的第二名 那这个校长 啪一公布这个结果之后 所有同学掌声雷动 尤其是伊桑班级的 这个所有同学们啊 激动的一个一个 都跟炸了锅的这个麻雀一样 都要飞起来了 那后来的话呢 校长就把本次比赛的 这个获奖作品呢 都打印成了 一个非常精美的画册 是吧 然后那天呢 还专门邀请了 伊桑的这个父母呢 来学校啊 享受儿子的这一份荣耀嘛 校长就清楚 把这个画册呢 送给了这个伊桑的父母 说你们家的孩子 是吧 在这次美术当代当中 得了第一名 你看这个画册里面 封面 第一个作品 就是你家儿子伊桑的 他在画画方面呢 就是个天才 你们培养了一个天才啊 真不容易啊 好了 那天正好是周五嘛 双休日的时候呢 其实孩子是可以申请 跟父母外出两天的 那父母的话呢 就打算正好来了嘛 是吧 带着孩子回去租两天 那么那天下午的 最后一节课 正好是尼克老师上的美术课嘛 所以说尼克老师 是吧 就带着伊桑的来到了 这个伊桑父母的车前 送他上车 伊桑父母再次握着 这个尼克老师的这个手呢 当面感谢了 尼克老师的再造之恩 这个确实不假的 确实是再造之恩啊 硬生生的就把这个孩子 给拯救回来了嘛 那虽然说只是个 短暂的这个离别啊 但已经坐到车里面的 这个伊桑呢 看着窗外的这个尼克老师呢 还是依依不舍嘛 然后当这个爸爸这边的 这个车都快起 都要走了 这个伊桑居然说 自己呢 就打开了后座的这个车门 是吧 从车上就冲下来 又朝着这个尼克老师呢 跑了过去 就一把就跳进了 尼克老师的这个怀里啊 那尼克老师也是 非常宠溺的拥抱伊桑 最后呢 又高高的把这个伊桑呢 跑到了空中 飞到空中的这个伊桑呢 笑叶如花 伊桑的这个生活呢 从此春暖化开 这是个真人真事啊 后来印度导演就把这个事情的话呢 拍成了电影 电影名字呢 就叫做 就是那个著名的 地球上的星星嘛 你就像伊桑那样的小孩的话呢 其实就是天上来的星星 你看着奇怪 但却自有一分呢 多么的光彩 这样的星星 其实不光印度有了 中国也有啊 完了在读写障碍患者当中也好 在自闭症患者 儿童当中也好 其实都存在这样的 星星小孩了 那通过今天这个故事的话呢 我们至少可以非常清晰的 明白两个道理 第一个 对于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话呢 有一个真正愿意耐心的 用特殊的这个方式 去教育他 陪伴他 爱护他的这个老师 是有多么的重要 第二个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 这个正常人的话呢 就应该理解他们 爱护他们 并在力所能及的这个范围呢 去帮一帮他们 明天是4月2号 其实就是世界自闭症日嘛 最近的话呢 我知道抖音在 抖音头条的这个母公司 字节跳动就在深圳 是吧 欢乐喊岸呢 就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 自闭症的这个 自闭症日的公益活动 抖音不是有很多 很有才艺的人才嘛 就在那里给孩子们的表演节目 以及做一些所工艺品 给孩子们带去知识 技术欢乐 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 告诉这些孩子们 虽然说有的时候啊 你们的世界呢 确实很简单 但请你们始终相信 永远会有一些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呢 愿意关心你们 爱护你们 医伤有尼克 而你们呢 有我们 加油 孩子们 你好 对呀 我就是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